干嘛呀 走这么早 潘江父祖呢 房前已派人押解京城 殿下 殿下 请 你觉不觉得他们俩有点怪怪的 上车 今儿个天气可真好呀 殿下 您说是吧 好 殿下 像您这么忙 平时 应该很少有时间出来玩儿吧 他要是回去 把我女伴男装的事说出去 我 我可怎么办呢 我现在讨好的 我还来得及吗 люс 隐喽 菜 您 您 请 爷 到了 殿下 来 这回人家姓孙 父母双亡 还未成亲 春更刚过就去城里做木匠活了 已给足了营子 周边也已查探清楚 并无异常 无妨 只注意吧 已经放出消息 只说爷手里有大量的药材 来这边寻求实力雄狐的买家 鱼一旦上钩 就以西书李佳人的身份去探许实 是 爷 屋里屋外我都看过了 还行 挺干净 厨房里这个柴米油盐呢 也都有 现在就是缺个厨子 秦婷 晚饭交给你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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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也有蒙的时候啊 我不会做饭 要不林大夫你做吧 不是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还是大夫又不是厨子 我也不会做饭啊 就知道你们不行 关键时刻 还得看本世子的 是吗 真假的呀 那当然 想吃什么 随便说 本世子今儿个好好给你们弄两声 殿下 您想吃什么呀 这香叶间也没什么大菜 就随便吃点吧 没问题 尽管说 本世子都会做 蒸羊羔 蒸熊掌 烧橱鸡 卤猪 送花小赌 等 等等等等 你以为报菜名呢 还是听我的吧 我觉得 还是吃一些村子里有的东西比较好 这样啊 也好体验一下 当地的民俗风情 哎哟 乖 今儿个 就让你们尝尝 我十一烧鸡的美味 也不知道柿子这次 想要给我们做些什么好吃的 着火了 着火了 快来救我 让我 我 尝尝 本王的厨艺 殿下 没想到 你还有这一手啊 那 我们就动手了 好 这世子 吃饭像饿死鬼投胎一样 留不留人啊 可确实是好吃啊 不过 吃完这一顿 就没有了 下次再想吃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看你表现